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想还记得大概在2005年的时候啊 我们也有专属授权给一间叫稳达生技公司 对 院长还记得吗 对对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自行开发了一个保健的食品 稳来RF3 以直销的模式销售 但是呢 从过去到现阶段啊 他所有的广告现在还是打着 打着我们中研院技术研发 中研院独家技术 等等的字眼 院长您知道吗 我想他的技术来源公开 应该是应该是 你们的授权和约是 允许他能够做任何机关名称的标示 或者能够用您院长的名称 去做任何的广告宣传吗 不能用我 不能用嘛 是不是 所以你们必须要去了解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 还持续在发生 因为会误导民众啊 对对 有些这个民众会认为啊 说中研院的灵芝真的可以致癌吗 有些人甚至在网路上打着啊 中研院院长翁启会的专利产品啊 来促销灵芝的保健食品 所以没有临床证据啊 没有临床证据嘛 就是说我要了解的是啊 因为中研院是一个精致招牌啊 尤其翁院长您的 不管是学术上的地位 或者在国际上的声誉啊 我想在任何的 不管是技术的 这个这个移转也好 或者任何的合作等等 我觉得在相关的授权 合约内容上面 都应该要务实确实去认知啊 后续其他公司 他的宣传的手法 是不是影响到我们中研院的 这个声誉 我想这非常重要啊 对 非常重要 所以院长要去测查 要去了解 如果有不实或不当的相关的宣传 必须要做事实的纠正 甚至要澄清 那也不排除走法律途径 对 我们我们一直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处理 院长我想 这个最近啊 这个黑心油品的事件 我会在思考 如果啦 我们如果没有去郑重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让民众误解了 我想对中研院也好 对院长也好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对 因为其实你们只有授权 技术移转 但是后续的生产销售 他到底加了哪些东西啊 你不见得了解啊 他销售怎么销售你不清楚啊 如果未来他有加了某一些的 这个不良的成分 那怎么办呢 对 我想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非常严重的事情 院长要去测查彻底去了解 好不好 因为技术之后 这个规范的单位就不一样 所以 的确是一个问题 所以啦我想说 第一个要让社会大众了解 第二个要让相关的合作的厂商 他务实了解我们授权的内容 他有没有愉悦了 有没有扩大了 解释或使用了 你们相关的名称也好 或标示也好 不对的就要纠正 不对的就要提告 我想才能够以示正听啦 我想如果 假设假设啦 如果厂商付给中研院授权 有一部分是来自 欺蒙无知病人所得到的 所得 中研院能够心安理得 受之无愧吗 我想我特别提出这样的问题 希望院长能够去彻底了解 那另外 现阶段啊 卫福部 指出啊 国内 要从油瓶检 这个检验出这个 酮叶绿素 非常的困难 非常的困难 因为没有实验级的同叶绿素标准品 可供比对 因为检验技术瓶颈无法判定油品 是否违法添加同叶绿素 换言之啊 这样的论调啊 这样的论调 等于告诉民众要继续啊 花钱吃 假的 有问题的油品啊 所以连政府最高的 最高的这个这个我们相关的中研院 包括所有的检测都无法告知民众 他有没有这个掺杂了 违法相关的原料 那我们中研院在这个技术上面真的做不到吗 我想那个做得到啊 做得到吗 那为什么卫福部他所说现阶段我们的技术是无法检验出呢 这我不知道 没有什么检验不出的嘛 没有检验不出 可以当然可以检验 所以 部长我想 呃 如果你们的能力 你们的技术能够做得出来 应该要赶快跟卫福部去提请 因为他们现阶段的认知说很难去检查出来 很难可能是真的 但是 的确是可以检验出来 的确是可以检查出来嘛 对当然 院长是不是可以正式的行文将你们相关的技术 如何去检验 相关的模式 能够提供给卫福部来做相关后续的检验的技术经验提供呢 可以啊 可以嘛 这主要是指捕仪 指捕仪是可以用来 好尽快办理啦 好不好 另外啦 我想 呃 过去一直谈到 不管是老人化危机 少子化危机 乃至于国土危机 再来 食安的危机 乃至于我们 朗朗上口 人才宣言 人才危机等等 哦 对不对 对 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危机 但政府在 政策的 政策的这个相关的制定 跟改善这个区块 我觉得脚步是相对是比较慢的 相对是比较慢的 嗯 我想最近的一则新闻 可能院长您也知道啦 哦 这个国际研究机构大胆预测 2021年 台湾恐将成为国际事物人才最缺乏的国家 最缺乏的国家 就46个国家里面啊 我们是最 最严重的 敬培莫作 敬培莫作 哦 所以这样的问题啊 我当然知道我们中研院现在已经提了很多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规划 但是啊 是实际上 我们确实面对这样的很大的困境啊 嗯 那怎么样在 在这短期间我们能够迅速的去改变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 哦 产学合作的 这调整 人才结构上的调整 能不能赶快能够解决这问题 面对这问题 改善这问题呢 嗯 我们一起努力啦 对 我讲这么多你就讲这么点啦 哈 看来我要多喝水不是你啊 哈 所以啊 这个 最重要的啦 其实我们去看到 很多人都讲创新 创新啦 但是我们去思考 什么叫创新 那创新能不能带来商机 其实我们这几年台湾啊 其实他整个不管是 这个这个专利的申请建树啦 不管是学术的追求卓越等等 相关的数字是还不错 还不错 但是啊被世界 相关的这个专业的 引用次数是低于平均水平啊 显示说这些专利其实 他可能并不是那么实用啊 嗯 就他是有这样东西 但是他或许没办法去创造他的市场 创造他的产业 能够对社会 对经济对国家有务实的帮助 对 一般人对创新是 没有正确的了解 创新其实就是在讲改变 带来教旨 假如改变没有带来教旨 不算创新啊 所以最近啊这个 阿里巴巴的总裁马云啊 他说啊 他现在听到很多 这个老企业组都还在讲创新啊 如果连老一辈的都在讲创新啊 也面临相对的危机感 所以科技啊 我们台湾现在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我想人才流失啊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再来人才的供需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严重啊 对 我想学术界的人应该都了解社会的需求啦 那选择问题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国家的发展 那人才的培养才有才有意义 所以呃院长我在最后请教啦 国际观你认知的国际观是什么 国际观并不是会讲英文 就是国际观 在思维上 在制度面 在各种做事的方式 能够接轨嘛 能够接轨 跟国际接轨 对 但是也要透过语言嘛 语言是基本嘛 对语言当然是沟通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在讲国际观的时候 所以以一句话来鼓励我们年轻人 这个未来走向国际 要有竞争力 要有国际观 你会怎么样去去看待这样的问题 你要怎么样去提醒他们 要了解国际趋势 国际趋势 然后定位自己 定位自己 看看自己怎么 从什么角度最适合去发展 好谢谢院长 好谢谢 谢谢黄志雄委员 谢谢院长 请回座 下一位我们请陈学胜委员咨询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